新一季夾組足球聯賽即將開朗 衛免的賓菲家力爭五連貫 衛免的賓菲家今季要應付本地聯賽之外 同時亦要兼顧瓦協杯的賽事 總監歐華德子上線出擊對於球員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 最大的挑戰就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踢很多場 練球的時間或者回復的時間都很少 第二個當然我們大部份球員算是半職業 他們自己都上班 他們請假方面都不知道是否簡單 賓菲家今季請來普通牙籍教練班拿道靈軍 球員方面基本和上季班底差不多 外援保留巴迪斯達和艾力神 另外還有兩名新面孔的外援加盟 上季亞軍蒙地卡羅今季首度以全華班格陣容應戰 鄭正陽、張哲元和何文輝將會帶領一班年輕球員 是一個挑戰來的 因為其實過往幾年都全部都得入外援為主 今年都第一次去嘗試這個挑戰 怎樣去協調年輕球員和教練之間他們的默契等等 都是一個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鄭正陽補充 雖然球隊首度以全華班出戰 但仍然希望能夠打入前四 蒙地卡羅會在星期五的揭幕戰入面亮相 迎戰星班馬行勢 澳廣市記者 英文線盈報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